双方张罗开着选择权 预备 3 2 1 开始 加雷斯波茨 获得开球选择权 aron 3 盛 冬 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本次公开赛的局数统一 无论是从第一轮次还是到最后的决赛 都是25局13胜 没错 140分钟的现实 就是直接一个双败淘汰的大循环 没错 一腿一顶 7号这个球稍稍有一点向上的角度 然后呢 白球关键跟目标球的距离啊 有点近 这根要求准动还是比较高的 主要是下球点的位置不太好找 对 不好判断啊 因为白球跟目标球的距离近的时候啊 这种下球点的位置是不太好判断的 好球 上方较到了底带 2号球是白球向右侧的角度 这个4号感觉可能有一点点向左啊 来看选球 如果选2号的话可以高端推 从右边弹库边起来 左边4号叫中带 没问题 这样的话 4号中带打进之后呢 下边两颗底带啊 8号左边中带 有角度中高端啊 往下蹬一点点 5号球 低肝 看看力量 这肝球 这力量大的不是一心半点啊 对 以他的能力是 不太应该这样 对 关键还是角度有点薄 还是对自己的这个手感啊 有信心啊 他选择这样的方式 正常来讲打6 然后 做一个5号球 左下方抵带 弹两裤起来做8 也比较简单一点 是的 不过好像运气应该是不错啊 这个 这黑8 右边中带有可能是够了 感觉像是啊 没有挡到全部代口 没错 有金无险 第一局 加雷斯多斯胜 比分1比0 开球青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第二局奥萨玛 马斯基尼开球 以上来第一盘球 波茨也是有惊无险 拿下一分 第二盘马斯基尼炸球 没有球进 来看一下球形 这盘球一上来 花色位置还可以 但上手来看看波茨怎么来选 单侧球的话 六号球 左边下方的选择带口 是比较难的 选花色有机会 可以上手先把九号打掉 然后往上走一点点 利用左边带口的十二号球 然后再往上过度 来看波茨怎么选 波茨如果选单侧的话 一上手就要打四 尽量地把六号球 往上带一带 因为这颗六号球 是整组 单侧球里面 最难打的一颗 K到对方的十四 但是现在 就算是刚才 这个球能够打进 能K到十四 六号后面还是问题 看看马斯基尼 马斯基尼选到了单侧球 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问题 六号球 后面有机会的话 看看六号右边下方底的 就是九号这边的带口 有机会可以较位 左上角 二号 七号球 这杆球过渡的时候 左边中带的五号球 溜到一个 十号到十五号 缝隙中间向下去较位 是最合适的 大概在K线 比较靠近黄衣这个位置 再往下一点点 后面用五号球 叫六是最合适的 那么一上来 看这杆七号球的过渡 能否叫到一个 非常好的黄衣 因为你把黄衣 留在上面的话 后面还需要单独 再上去 再下来 重担还是可以打 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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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球 六号 看能不能叫到 没问题 轻推下来 可以用四号球来过渡 但是上方 还是我刚才说的黄衣 还留在了最后 还要再上去下来 这颗球还是打后太多了 这样的话波瓷右边带口 九号球可以先打 然后左边十二号 有机会可以传或者双下 甚至于说 打九去叫十四 用十四来去传 然后白球放到十二号的左边 如果能够跟十二号 左边相贴 是最合适的 能够挡住黄衣和六号 那么进攻上面 还有其他中带呢 有机会可以从上往下去K 这一材选择还比较多 可以帮 也可以去K 首先是九号要先打进 上去叫到位 十秒 延时 还是叫了一根十四号去帮的角度 不过这杆球十四还有点薄 上方的十二号球轻轻撞了一下 左上角底带是可以打 有一点点向左的角度 稍稍带一点点滴杆 轻轻打 继续 过来看看十五右边中带的一个位置 白球是往上推一点点 留向下角度 争取呢 有机会可以去向下带 首先是高杆 还是低杆吗 这杆球 肯定是要帮了 关键是白球必须要用十二号去挡住六 等于说高杆帮进之后呢 力量不能特别大 马斯基尼现在六号球也是打不到 上方黄一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角度球 十秒 确实非常难打的一杆球 又要准动 还要抬高杆尾发力 这杆球虽然说没有打近 但是现在这个白球位置来看十二号 十二号有没有的进攻 白球离十二距离还非常近 不太好出杆 不好打继续 做防守 左边边阔 向上可以有机会去解黄一 直接解六号的话 下方十四这个缝隙也是不太好过 看看马斯基尼的个人想法 再找一个可以去扫库边的位置 十秒 扫到了 但上方的中带十五号就漏了 这杆球可以打十五 从上面走三阔下来 正常高杆不需要下赛 然后靠力量去调整 左上角 底带还需要拼一杆 直接轻挡不好停 减缩或者发力走两裤 站起来 重带角度合适 继续利用地杆 从右边边裤 弹下来叫十四 角度向下 简单交位 可以弹一裤 或者高杆推两裤 叫中带 没问题 二指零 三四果所顺 你跟二别人 谢谢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第三局 加雷斯波斯开球 这杆炸球中带进的还真的是不少 进了三颗 而且冰面也是相当不错 上手的话中带十二球很好选 单侧球需要反手打空三 然后利用低杆下来 但是整盘球里边感觉 这个六号在左下角底带 是有可能不太够的 也就是九号或许有一点点挡 而下方的 也就是屏幕现在左边的十四号 包括九号球 上边跟下方底带都是有劲的 所以说感觉波斯 选花色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选花色后面在衔接黑疤上也是一个小问题 选单色呢 一号球 五号球 四号球附近 后面做黑疤也是非常简单 选花色 把下面球先打掉是对的 因为下方的话 十四号从这个一五风气中间 最后如果留下来去交黑疤是有可能后面会出现小问题的 先打掉下边两颗球 然后上边再用其他的花球来去调整和过渡 角度有点向上 这杆球的话 看需不需要去顶一下十号球 轻推的话可以直接叫到这 轻推可以直接叫十号 那就变成了十叫十一 十一叫八 尽量留出一点点像屏幕左下方的角度 继续 利用中低杆 左下摇底带 交位 三比零 十三局 加列斯波次胜 一分三比零 开球清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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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第四局奥萨马马斯基尼开球 开球时机 开球时机 对手可以选择自己继续进攻 或者是重新开球 这是通常情况下的一种选择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再选择对方去开 波斯选择了继续进攻 选了花球 上方11号 左上方这个14 目前这个位置是不太好打的 左上角11肯定是没问题 但是14右边中带是肯定没有的 12号去应该是有点挡 所以现在还要看看下边的这几个花球 尤其13 因为它离6号去还是比较近的 这个位置直接打右边底带是没有 左边向往底带15号还有可能有一点点挡 而且是身材球 这位置确实是很别扭的一个位置 实在不行架干 没问题 打进 再看角度 12号 就是没有了 力量太重 看能否再进攻 看架势12号还是可能 有可能是够的 所以波茨已经是预描了一个14号的一个角度 打14 左上角 然后白球从45的缝隙中间下来的一个位置 下面这个13 左下角底带够不够也是个关键 不然就需要用下方的15号球再去过渡和衔接 先下来顶到红3 那么这杆的白球就不合适了 9号球变成了一个宝球 需要下低端从下面吃后弹起来去叫一根非常好的15 才能有机会在过渡13相反的左边地带 不打了 还是说这杆直接就够 来看看怎么打 还是要拼 但是没有拼近 确实啊 这个角度 去打左下角底带 而且下低端打是有定难度的 是没有 选择了翻底带 红3 好球 本益肯定是连打带防啊 红3挡带口 然后白球防上去 再继续 直接来控局 看看波磁 简单打法 四老球给你靠到边扣上 继续 还是防守 确实是没有太好的机会可以去进攻 这盘球双锋 先看看哪一方有漏洞 波磁这边也是打不到上方十四号 看这位置能不能看得到 如果能看得到 而且有机会可以去强行拼一下 力量合适 也是看不到整颗 现在就是等着 看对手怎么来去解决 马斯基尼这边呢 右边中带有个黄衣 左边二号球如果较合适的角度 也可以从上往下将七号这个位置后面去带一下 但上方的左上角的底带带口还是一个大问题 先打进再上来 左边中带五号可以继续去进攻 这盘球我觉得应该留下一个比较合适的角度 用上方的四号球去争取 帮到对方的十四 然后白球尽量地往屏幕右边去放 去挡波磁左边下方的带口十三号 并且同时呢 用四号球帮进上方的十四 那么前提就是这个中带五号推过来角度一定要做好 还是想拼一个 哟 这个位置 五七的这个位置并没有完全挡住左下角底带啊 十三后面叫好白球位置应该还是可以去打的 就是白球出来的时候呢 这条线路是不太好拿捏 敌带 有机会打一定要先打 整盘里面最难的一颗 这个白球位置 十三是难度相当大 而且打完之后呢 白球还不太好控制 双方的四号球的位置也挡住了十四 注定啊 这根打完之后的力量不能太轻 必须让白球打完之后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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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看马沙基尼 10秒 10秒 延时 再来调中带 我们将来调中带 我记得 好 很重要 所以说 我来说 我们刚才 手先生目标球打得不够正 能看到白球是横向的 向屏幕右边走的 然后呢 干法也不够低 主要原因我觉得还是力量 就是速度不够快 所以说白球向回走的 效果基本没有 第一场比赛 以上来是TV台 就像波茨这样的选择 难免也会有一些手紧 打丢 马斯基尼这边还是要做放手 尽量的去控制 用四号球来做一根斯诺克 打四用四号球去挡 并没有完全挡住我 应该有一个五号跟七号中间 还要有一个五号 租用什么 我应该是一个三号 我应该是一个五号 一个五号 一 五号 那么一 五号 一 五号 我应该是一个五号 那一个五号 然后我应该是一个五号 一 五号 而我们还有五号 那四号 然后我应该是一个五号 那一 五号 比如说打7号的右边的薄边 白球走两库以上 往左上角去放 然后后面7号球刚好停在左下角带口 可以作为后面去K黑8和5号的一个位置的球 直接勾的线路被4号就挡住 波斯也是很有经验 按着方向来解 解不到的话球熊也不会破坏 对 我这边8号就挡住你5号 左下方抵戴的这个线路 我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力量放到轻 然后就算碰不到 也不会把局面打开 放给你自己去吧 对吧 你K好了我也没办法 对 你K好我认了 你K不好还有机会 没错 而这种球这么近啊 顺利角一旦判断不好 白球跟5号打正啊 5号球可能还出不来 看这个力量还是有难度 而且翻中也不太好翻 角度稍稍有点大 这干球想翻中段的话 还要下低竿发力 所以带一些反赛的效果才可以 直接拼上方的4号角度又特别大 这么看目前波茨是赌对的 但是看看马斯基尼 有没有什么这种经验的一杆啊 还是要防 就是读你这个边裤球擦不进 确实有难度啊 我们的中式八球球台 那这种边裤球斜向角度 是比较难的 你得打的是非常准才可以 不允许你有滑垒的空间的 我如果打不进 你这两个中态都难受啊 还是要往上跑 这个位置的话 马斯基尼可以轻轻去打四 四号球不要往带里打 往带口附近打就好了 白球往左边去放 八号球左上角 波磁也是不太好包 打五号的话 白球要横向 从右边弹空边 向左边去跑 力量 太重啊 不过还是有难度 距离非常远的一杆薄球 突然间感觉两个人打得 很接地气的 对 很胶着 防守局面 然后也是比较常见的 一些防守的套路 准啊 准度打劲 第四局加雷斯波辞胜 1分4比0 谢谢 谢谢 度员 比较常见的 察雷斯wehr 第五局加雷斯波斯开球 下方的十秒 中球效果不错 单色比较好选 花色球主要是十四号以及十一号 还有左边中带下方的十四号球 是花色球的小难点 花色球主要是十四号以及十一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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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目标球打得太薄了 熟悉波茨的球迷都知道 波茨从2012年第一站的第一次参加我们总决赛开始 他的这种推杆 长排的这种稳定的击打的成功率 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非常深 但是波茨这种打法呢 它也是符合咱们之间说的这种流行的准度 在结合突击的这种打法 靠能力突击之后 靠围球能力把台面清光 可是他这种打法 要求你的精力 体力 还有能力 这三项缺一不可 他这个球打起来是 很好精力的 一旦你的这三项 咱们说的精力 体力跟能力 但凡有一项不在这个正常值上的话 他就很被动 他不会像咱们的中式八九球员 或者说我跑一多库 或者我靠一些干法 强制性走到一个舒服的位置 他的这种做球位置就是好 我做到我的火力范围之内 就可以打 就可以打 那么一旦今天的火力不是特别好 就容易出问题 没错 继续 低干叫八九球中弹 第五局 加勒斯波辞胜 比方五比零 开球进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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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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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波斯也要看看这中代三个球的一个情况 看这个架势啊 这9或者是12号是有可能偷一点点带脚可以进的 所以和波斯选了一个15号 那么这个按球呢 要不要带中代的球队不带直接交位 那应该是够啊 那看来走多了这个位置 往下走太多了 本次比赛呢场地是在石家庄市的高新区全民健身中心 比赛呢 基本上在这个开发区附近的这边的司机都是知道的 是的 那这一杆打一打一开啊 嗯 解决得挺好的 14号就左边中代还有的打 有的打 上去的话12号再下来 这杆球叫11左边向往底带呢 低杆需要用的多一点点啊 然后力量也不能太轻 争取登到这个11啊 以右边4号球这条线啊 再往下一点点 哎呦 直了吧 嗯 看这个架势是不太好向上了 可能白球有微微向下的角度啊 但感觉角度稍稍有一些偏直 嗯 把自己量那个低杆向后的反弹的线路 看能不能尽量呢 带一些左在的低杆啊 上去 交到8号球越边中带 果然啊 这种发力的低杆 嗯 尤其是还翘起杆尾 对 动作变形了 现在波斯很被动 很强的左侧旋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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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啊 拿捏得已经相当好了 对 而且打到代口附近啊 对手进攻 planning 有强大的压力 是的 他没有一个 很好的上手接力 这颗三号就得需要非常强的准度 看能不能打劲啊 现在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能打劲 这颗三号就得需要非常强的准度 看能不能打劲啊 现在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说现在马斯基尼选择打二号球 弹起来就用八号就做 波斯可以选择跳球进 打五号球的话 顺势做七 七下来调到六号球下方 用四跟六去帮进 再形成斯诺克 可能这么打更稳妥一点 肯定是要找一个最好做斯诺克的位置 对 就是我帮进你的球 然后再挡住你 可是最后给马斯基尼出的问题 还是这八号就右侧这二号 而且马斯基尼现在其实就这个散盘给他 他的白球并不是说特别的到位 走得很想法很周全的地方 对 那么现在还是可打可坐 打四六号坐 或者是打四 然后呢白球弹空边再出来继续进攻 但是他可能会出现了 这四个球 还可以出现了 这四个球 这四个球 我觉得他可能 还是要拼 对 这不想着防守的事 这一分 其实可以通过防守来去得分 会不会去K对方的代口 想K 黑八 这盘球 这么一看有一个拼翻的机会 对 有个拼翻了 翻中单 能不能贴住 看运气怎么样 能不能贴住 这个位置黑帮 还能打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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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打 第六局加列斯波茨胜 比分6比0 谢谢 感谢观看 第七局加列斯波茨开球 波茨这边的开球还是有球近带 这一盘的话来看看上手 可以选花球 十秒 天使 走的稍稍多了一点点 还可以进退 但是还是多走一点 这一盘就啊 如果力量拿捏的轻 二七中间 如果说有信心可以顶一下七 好球 那么打十五啊 继续带一点点低肝 交到上方十号球 左边中带 或者你直接推着一个反赛也行 就是我们 在这个位置来说啊 就是一个左赛 对 这样去教会 大家会更好去明白一些 这样去教会 大家会更好去明白一些 打右边的底带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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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两会儿 滑上 打右边 打右边 7比0 开学青台 谢谢 一包子 奥萨玛 马斯基尼开球 虽然说没有开球时机 但是这个开球明显能看得到 这个马斯基尼跟波茨 他俩完全对于开球这个环节 理解的高度就差很多 他并没有去想 比如说我中代一定要技术型的炸球 有球是进 还是说这个力量拿捏 随便就是一桶 对 这个今天确实 马斯基尼一上来 首先是对手 对手本来能力也比较强 压制性的 然后自己打得也没什么机会 炸球也不好 打得 就是 要随意的现在 是的 咱刚才也说了 从之前马斯基尼几次TV台的表现 虽然不在同一个赛事当中 他的表现来看 对于波茨来讲 还形成不了足够的威胁 对 没有足够的压力给对方 那这个就是波茨的特点 能不能够稳稳地打进 这个边库的12号球 然后留角度下来 是 波茨一直就是在两左边 从1和6号凤行中间过来的白球 到底什么角度 我记得12年 他跟梅林的总决赛 当时看到我是瞠目皆舌 怎么说 这边库球 小力推 大长台 这种推进 真稳 真稳 整体动作非常统一 很协调 但是这一晃 对 2018年了 整整的六年时间了 所以说波茨 他84年的波茨 他84年的波茨 也34了 看 这就跟他颠峰状态比起来 就盼弱两人了 嗯 这经济体育就是这样 你有高峰 你肯定也会从高峰上下来的 没错 我可能永远保持在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上 高峰低谷 所以说呢 这些衡量一个球员的成绩啊 很多的这些爱好者啊 或者普遍的一些爱好者 都会觉得说啊 你拿冠军了才出成绩 但其实从内行当中 很多专业人士的眼中 就看你这一年 或者这一段时间 这几年你的成绩 是不是稳定 对 你可能偶尔灵光乍线 对吧 拿一丝冠军 但是有的球员 长期保持在前六 前四 对吧 那些长期保持在排名前几位的球员 他们的水平是相当高的 他再差也不会差到哪去 没错 而且中十八球是必须要出现一个领军人物的 嗯 不管是哪个流派啊 比如说像这个杨帆啊 嗯 甚至于说像郑宇伯 这样的人是必须要有 要出现的 对 然后才能够带动大家 这个中带 对 对 怎么打就是都是便便便便便便便 他还是对于这个进球啊 有一定的担忧 他不像张昆鹏啊 王军啊 周英国他们 对 这我不用担心 我有强大的准度支撑我自己 可以做任何的想法 对吧 我长台要绕户下来呀 下反赛呀 下滴肝发力 走几库 这种打法 没有任何问题 诶 这说着 说着出问题了 波磁它很明显能体会到 咱们的这一次的比赛的抬拟走速是非常快的 嗯 在有意的收力 嗯 更多的用旋转啊 去这个加速和减速和等等 那么看这个低杆减速 直接是薄了个两裤 看这关键的二号 会不会又淘气啊 没挡住但是是反脚啊 那还需要去推两裤 那这个推两裤就需要力量打捏了 我们看它啊 有一定的旋转啊 嗯 角度合适正常再推啊 刚才他这边有一个右赛啊 其实就是张志导说的 就是我力量很轻 但是最后弹裤只有靠旋转 去把这个速度带动起来 没错啊 这很高级的打法 大家可以在有一些角度比较大的时候 尝试带一些旋转 就是力量放轻 嗯 最后主球靠边裤的时候 哎 用旋转 可以增加力量 没错 对 没错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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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第九局 加雷斯波斯开球 波斯我觉得还是因为比分领先比较多 力量上明显是加大了一些 比较大 这个时候呢 左边中袋本来是有机会进的球 是被他 其他的这个球啊 被撞开了 撞走了 难度比较大的四号球中袋啊 这个角度看 角度并不大 在你实际打的时候啊 是有一定压力的 对 那我挥手啊 打七号吧 这角度白球走七啊 还得要逼过啊 十一号 十号球啊 你推弹的话 很难从十二跟十一中间出来 正常必须要用右塞高杆这个球 是有机会进一阵的球 是有机会进的球 但是对我来说 为什么要是没有人打的球 对我来说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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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盘讲道理啊 这个单色球是有机会的 一贯打光的 知识打光啊 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时候马斯基尼 就不能太轻易放弃 最起码 抢13的比赛嘛 对吧 可以作为一个热身状态 我输有可能是差不多了 但是呢 我把这个比分往回追追的同时 这是手啊 对吧 到这个位置的话 看红三还能打吗 红三还得带一些力啊 推弹起来 做六号球同带 才有可能继续往下打下去啊 还是打的失误了 波斯这边来看下方九号球啊 有没有的弓 有的打的话 这盘球可以从下方再弹上去啊 甚至于说往左边去带一下十四 打的太厚了 波斯自己都不相信啊 是 嘴里边也振振有词啊 嗯 说的我嘴 对吧 嗯 不敢相信 这经济体育就是啊 我也有过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我们可以不相信 你不能相信 很重要的 自己是谁 你也没有像他的脚 我也是 有的 有的 也有一种感觉 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 看不见 你不懂 那种感觉 打大球也是 很多优秀运动员在巅峰的时候 基本上所向披霓 可当你英雄迟暮的时候 状态下降的时候 你很难接受 以前这球我都不可能打不进的 大家经常会说一些比较夸张的话 这球我左手都能倾台 或者这球我闭着眼都能打光 当然是比较夸张的话 意思就是这个局面对于我的曾经来说 我打他没有问题 这球走得够悬的 够悬的 看角度还是直的话 还是需要低感向后 红三简单叫就是左上角 强行的叫右边中带的话 那需要力量比较大 有角度直接登上去 太轻了 不强球就轻轻推过来 对 左边向往抵戴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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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观看 暂停结束 比赛继续 第十局 奥萨玛 马斯基尼开球 那你没 cór swap 带继续 第十局 这次是 这次是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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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 按 king 那里的比赛 准备一拍 本属的了解 现在就是比赛 一共进行两个时段比赛 本时段比赛呢 是双败淘汰 三十二进十六第一轮比赛 那么赢球的一方呢 进入到胜部 输球的一方进入到败部 那么赢球的一方呢 今天就没有比赛了 输球的一方呢 在今天晚间的八点整 还将进行败部第一轮的比赛 那么今天注定要淘汰八名选手 明天呢是第二比赛日 十三十四十五三天 那么这三天的比赛呢 统一时间都是上午九点钟开竿 请大家合理地安排好观赛时间 右上角的十一号球 还需要下低竿 而且白球也是闪过了七 右下角底带是刚刚好 看看暂停之后 波磁的状态是不是还那么好 左上角一个比较大角度的低竿 没问题 波磁这个动作 源自于它非常稳定的 强大的基本功 它拉这么长 而且还收着这个力 去打的话 你后手一旦不稳 就会失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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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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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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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号跟十四号 其中有一颗应该可以打 十一号右下方抵袋应该也够大 看选择吧 他哪杆球能上手调到一个更舒服的位置 因为现在他所有的思考都在于 左边中带下方的九号球 如何去衔接 如果说不打的话 可以尝试用十跟十四来做一杆防守 或者用八号球跟中间的十五号 形成一个吊球 这一般波茨的选择可多 可攻可守 还是选择攻 那么九号球 能否非常准度 非常稳定的打劲 这很关键 又是一点点像屏幕右边的边库 放洁 这都是细节 细节决定成败 这两个球围绕着白球围11号来做文章 我看这个波茨 反正这些年我一直观察 我看这个波茨 我觉得波茨这支球感可能不是标准长度的 我总感觉有点短 就像小刘阳自己用那支是 对 141 141 甚至于有一些球员用143的 波茨的个子我在现场看过 也不是说很矮 起码1米8没有也有1米77 1米78 1米79这样 这一角度也稍稍的 勉强刚刚过 一般的职业球员如果身高在1米75到1米8 或者1米80以上的话 145比较合适 170出头一点的 基本上142 141 143就合适 156周间 13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马斯基尼的开球还是没有球近带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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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杆失误也是稍显 随手了一点 但是他的对手一直就是 不管波茨怎么失误 他对手反正我就不赢你 但是他的对手一直就是 不是说不想赢 是 能力 状态 发挥都没有达到一个 足以说跟对手对抗抗衡的这么一个状态 而且对手太强了 波茨太强 有的时候张志导是职业球员 教练 张志导的体会更深 就是这个球员强强对话的时候 往往能激发自己的斗志 如果说水平相差特别多的时候 容易就 对 直接就是首先 容易把一个人的意志力给磨灭掉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始终你就赢不了 怎么打都别扭 要么你是领先的那一方 要么松懈 要么是落后那一方就放弃 一打一开 这个球 10号球可能有点靠下 其实 有机会能借的话 那我刚才也可以借一下 重带肯定是没有的 不亏说有一个超长的想法吧 右上角翻底带 这种翻底带存在 但是太难了 对 难度比较高 看能不能 在压力面前起飞制 而且身下还有个二号球 一定要注意 比赛时间已过半 这种比赛时间 中带肯定是没有的 而且他这个球 直接打左上角的底带 感觉这个10号球 有点靠圆弧太近了 感觉这个10号球 就担心打过去之后 先碰到上方的待角 看看准度 已经相当好了 从刚才我们的俯视角来看都感觉要近了 现在给波茨出了一个难题 你现在直接推四号 左边没有双向 可以把右下角底带肯定是可以让对方去拼的 现在有想法 他量这个 要不要做一个 是 把五号球也打过去 两颗球去包围对方的代口球 或者再理想一点 再极端一点 就是打五 撞进十号 白球停在这三号球的右上方 可以这样去想 对 这是比较理想的打法 看 枪包 还是四号球问题 现在这个案的话 倒是可以支持你去叫一个非常好的七号球 打左边中带 白球往上走 然后四号就要右边的上往底带 就是不去跟对方 左边带口去做纠缠 单独就要一个够近的带口 然后有机会可以清台 来了 这杆球 有的叫位 有的可以求 打二号 然后贴着可以把右边往左上防走 先叫到五 别直了 这个案球就支持双下了 而且角度已经非常好了 四号球要打得跟十号的位置比较厚比较正 打薄了 明显是传到了右边的薄边 这种球 这种球双下是需要一定的运气跟能力的 波斯打完之后自己也笑了 其实这个位置叫得已经相当好 正常的练球 第二局 奥赛马马斯基尼胜比分二比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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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第13局 加雷斯波斯开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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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长局 15局以上才算一个长局 29局15胜 属于长局 刚才在画面里能看到 咱们这个裁判 跟这个运动员之间的沟通 是没问题的 也是很多球迷爱好者 心中的裁判界的女神 王中瑶女士 本身是英语专业 对 刚才也是给马斯基尼讲解 说你可以重新来开球 也可以选择对手来开球 你也可以选择继续击打 10秒 毕竟我们公开赛 以及我们的大师赛的裁判 确实蛮辛苦的 但你不光是还得计算这个 看对手冲球有没有球进 你还得数着过线 你还得琢磨这个 时机的次数 还得想着是不是重新开球 对手冲球 还是选择这个继续击打 操心的事比较多 是的 这是蛮辛苦的 一打一打 看看白球 那就远方的他了 遥远的他 都可以 遥远的他是 也是正好应了一首歌的这个名字 也是 一分钟 就怕这个 一打完之后 竹球跑得越来越远 然后打起来就打 有难度 有的时候 台球就是这样 有一堆球 奔着他来k 他就单独就给你k那一颗 然后k完了 你就是没有 但是这是能力问题了 首先是判断一定要对 然后就是技术问题 这边因为一干啊 K球的这个白球跑远了之后 现在马斯基尼给自己形成了一个斯诺克 解锁包边又露几个了 左上角十四 这种解锁是被动的 对 这边波斯看看15号 跟带脚的位置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如果后面有机会的话较直 打进中带呢往下 而且能够白球向下KK9 这边当然的ļiat平 就是说是没有什么状态 但是凭什么 这边就是约翰鸭的 因为约翰鸭的 是的 llah 在球台的统治力上逐渐地在下降 看它怎么调整吧 我们的丁军辉也好 梁文博也好 他们去打这种斯诺克的比赛 也同样 如果说当你的中国军团的实力 没有达到集团军的优势 有那么三四个人能够齐头并进的话 你很难在一个班区抑制独秀 故军奋战 有时漏球 这一材的话我觉得看看波茨应该不会放过机会吧 整盘目前这五颗花色球 五号球左边这个十号 后面是一个要求的白球细腻的一个较位 可能这一材就来了 这第一材 看能不能较到右下角 没问题 没问题 掌控能力 对白球的掌控能力非常强 继续 打进之后呢 留一点点九号球向上的角度 对白球 成白球的准备 对白球的准备 看能力很强 非常强 想戴几十六当 看能力表 앞抵达到25个准备的三角头 唱这四角来装备去看能力摸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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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杆球的话 看样子直接会去叫中带了 如果是四左边中带是可以叫到 并且角度合适 九号球可以叫相反的 比我们右下角的底带 这样这盘球里左边最难的 就已经是可以解决了 对于局面的判断非常敏锐 小范围这个白球控制还是相当好 这就是台球里边 以前张志导也跟我们说过 这球围上了 多了 这一盘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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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局 加雷斯波紫胜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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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球没有球进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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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二十二里面能在比赛当中 有电视直播的比赛当中 随随便便的 太厉害了 这边马斯基尼一个 可以说并不算难度很大的八号球没有打击 那很有可能这一干失误 就送 波斯胜利了 那么我们下一场 今天还有一场比赛 晚间的八点 是败布的第一轮 没错 本轮次的比赛 赢球的一方进入到胜部 今天就休息了 输球的十六个人还要再打 在晚间的八点 那么今天注定要淘汰八位选手 当然这就是比赛 没错 基本上到了一个练球时间了 有点轻松 直接较到一个五号左上角 对 就可以了 低竿稍稍带一些左侧的旋转 靠旋转去给主球加速 这样能控制好力量 可以定竿 可以往前蹬一点点 都可以 往回退一点点 也都可以 随意发挥了 随意发挥了 感觉好像打得特别厚 就得吓唬你一下 你吓唬我一下 好 那恭喜波茨进入到比赛的胜部 获得胜利 下一期 时间的八点 我们八点再见